大家好,今天就是拍《以天屠龍記》第36回的冊圖故事 我們先看看複雜圖 複雜圖很簡單 中間一個人是張無忌 然後你見到三棵大層樹洞 每一棵大層樹都有一個人 這三個第一題是少林那三個高真 劍民空聖四彈神真的師叔 也都是元真的太師叔 道鴨、道劫和道爛 就是這三個神真 場景就是只見三根黑索 端了上來,張無忌一半一帶 這隻三人的勁力 將三根黑索短在半空翻個關頭 劍民在蟲樹上面 一勾身體就 才可以暫定了 場景就是這樣 上文就講到 張無忌就知道 運員被守成軍 即是元真 他就去找金無師王籌禁的地方 去三個師叔籌禁的地方 沿途跟蹤他 跟蹤他之餘 首先見到四個人已經閃動 原來那四個人已經去三個師叔 金無師王的地方 去挑戰三位神真 可能是想救謝勝 其實最主要是把屠龍刀 那四個師叔 原來認識的 四個人 有一個就是 四個人是崑崙山 崑崙派的人 有一個就是崑崙派的長門 何太宗 另一個就是太太 班淑嫻 跟著還有兩個崑崙派的高手 那兩個可能是高高手之類 只見那四個人 一合到跟三個神真相鬥 三個神真那些黑索 三索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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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 四個小狗就變成彈散 就被人即時擊殺了 被三個神真 禮手就掃出 鮑魚閃電 張無忌見到他 都不認識他 他們四個人 何太宗那兩副虎 都作惡多端的了 三個神真 擊殺了四人之後 袁真就馬上去 跟三位神真 中間那塊地方在那裡說話 原來那時候 張無忌才看到 中間那塊是一個地爐 跟著又聽到謝信 他就跟金無輸雲發聲了 袁真就不斷跟金無輸雲說話 金無輸雲都採了 來來去去都好像傻地跟他說 袁真 不是袁真是跟我說 成坤 你還有面子來跟我說話 每一次袁真跟他說話 他都是說這句 成坤 你還有面子來跟我說話 那說了幾十次 袁真什麼人都沒有了 就說 你看著就走了 張無忌在偷聽的時候 第二年之間 當袁真一走了的時候 突然間有幾條黑索 擊過來 原來他被三個神真發現了 張無忌當場 感到震驚了 三條黑索非常威力 無窮擊殺過來 三招九息 張無忌僱逃脫 暫時脫身化 洗散所有武功 無論是 九陽神功 平坤大內義 武當心八達 聖火力全 無用殺了先 先是僥倖逃脫 站在樹枝裡 休息一休息 那三位神真就知道 原來他自報名性 原來他就是一樣 名教教主張無忌 那三位神真當然是不同的手縣 那他正是想說 謝信的冤屈之時 三位神真就說 跟你說都無謂了 你們明屆都多行不義 然後又和他們計算上來了 空見神真 是 comic巫師王所殺 空性又是你 趙悯的手下 趙悯是規附了 明教的 和你協貌 volcano�� 渡覓那個眼勢 原來是陽鼎天整盤的 等三千抵一百年的呼事 而當日趙悯 勤勤勤迎近帶去萬安寺 又在十六 sente羅康 背後黑字侮辱少林派 只為可惡 這條數一定要和你明教教主張毛記計數 毛記說不定數 唯有打 一打起上來 開頭打起上來 三位神身不但功力強 強硬勁力厲害 原來他們心意相突 想走都不行 毛記就想這次真是 走不掉 死在這裏 心想就算死在這裏 也要把義父的金毛絲王的冤情講解 講出來 死得有個價值 跟三個神真對打的時候 一直講金毛絲王怎樣被成坤所害 跟著將原真那些壞事不斷講出來 當年怎樣原真在光明頂的秘道優惠 怎樣殺了金毛絲王十三口 又迫封自己的金毛絲王 令到他枉實 武林同道 然後又有時空見做了傻仔 跟他被金毛絲王十三拳打死 種種惡眼 怎麼數出來 三位神真聽到之後 越聽越心驚 跟著就開始同情他們上來了 就慢慢慢慢收手了 只是收手 想著再聽聽他講 他講之子 突然之間一夠大石 虛過來 原來背後呢 原真在背後就寫出 短刀刺殺張毛絲 想著殺人尾口 如果再趕下去做得了 刺殺不成被毛絲 識破了三位神真 見到原真那些壞相 那些殺人尾口 肯定是李虧了 就開始同情起上來 都不是很想打那樣子 正在這個時間 突然之間有八個 刀手闖進去 說那把劍彈殺都不是野小 其中河姦殺殺第一時間 圍攻盜難 其另外六個 圍攻的盜壓和盜劫 雙方打個平手 原本三位神真 守著金剛薄光圈就沒有輸了 但是張毛記 在中間始終都怕他內外夾擊 起碼都提防 這個時候張毛記見到有機可乘 就打趁著他們打 就說了 自己去救救無私王 盜難了 傻仔 和人打到 都為打個平手 還在分身折擊張毛記 在後面偷襲張毛記 打到張毛記 打到去都沒有所謂 張毛記不是怎樣 但是盜難了 他分身打張毛記 誰不知 對手就乘機 乘機有機可乘 就即是短攻近腸 盜難了 危急之間 逼掌傷完之後 就欺邊失手 這個時候就是代表 金剛薄光圈 已被攻破 三個神真 金剛圈一被攻破 就聖命是誰毅的了 張毛記 就已得報怨 即時將 避上的黑索拾起 做盜難解圍 就揹手 用黑索攻擊過八個彈傘 八個彈傘 甚麼人都沒有了 見到原本 可以擊殺三真 你又救回去 跟著 少林寺 人就開始 幾十人趕到 八個彈傘 知道不對路了 唯有黯然離去了 三位神真 都好感激了 張毛記相助之恩 就不用被人 打倒了 就和他講了 就說 原本應該放過邪信 但是 鱷於少林規矩 一定要攻破金剛圈 才可以放人 或者再約人來打 跟著 張毛記唯有離去 離去的時候 就和趙文會合 趙文聽到張毛記 長消聲 你和他回合 回合的時候 張毛記回到後射那裏 突然間有個殺手暗殺 可能他以為趙文 就說 橫屍殺手幾下 兩短 幾下抓法非常凶狠 張毛記勉強擋住 身中短刀 勉強也是擋住 最後那個殺手就走了 張毛記 就看了背影 就知道 原來那個人 就是周紫若了 就知道原來想殺的 就是趙文 幸好剛剛張毛記來到 就說回 說回明教的教宗 知道金毛書王在少林寺 就是 連同張毛記 一起去少林寺 要人 少林寺當然是 又說空見 空性怎麼死的東西 最後就開出盤口 就要他們 破到金剛復魔圈 才肯破人 張毛記就 決心採抗陣 原本就想著 跟江明左右師 一起打金剛復魔圈 但是 空志的界弟 就 首先挑戰 范瑤 然後 反而就沒有空 變成 被迫著 退而求其次 就由張毛記 楊宵和英娃 闖陣 開頭是三打三的 後來 楊宵和英娃 越打越弱 兩個夾攻的杜蘭 張毛記一人 就打到 壓同道結 互相打了幾百回合 楊宵和杜蘭 那裡 以一地二反 就是大戰優勢 楊宵和杜蘭打兵器 英王和杜蘭鬥耐力 那就死得了 英王年老了 打著打著 練鬥幾十掌 英王都 氣去體弱了 張毛記也有些優勢 雙方只是僵持之間 眼是看著 可能會死傷過半 金毛輸王 都不忍心 就確定了他們了 如果他們再不走的話 致亂經敏而亡 張毛記就被迫著走 他又再會被搶陣 就包回去結色的時候 在客廠那裡 大家在有吹水的時候 講得兩講 霸鼻英王竟然氣絕身亡 原來霸明英王 在當日 六大派對攻的時候 去單挑六大派 光明頂之力 大選真緣 今天再戰 再和他 盜蘭 神真盜蘭 年鬥三十多獎 最後尤盡登夫 就這樣就死了 張毛記那些 非常悲嘆 我們就看回這張圖 這張圖 大家 有沒有少少回憶呢 拜拜 好嗎 好嗎 好好嗎 谢谢观看